历史感应 不媚因果 善恶之暴 如影随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新年快到了 每当新年来临 家家户户都会挂几张年画 为新的一年 求个好福气 年画中 往往少不了 福禄寿三星报喜 其中福星 一定会抱一个 很开心的小孩 在很多孩子的眼里 福星都是 神一般的存在着 其实 福星在历史上 确有其人 因他救了许多孩子 而被尊称为福星 福星阳城 造福万民 唐朝时候 有一个人 名叫杨成 他从小 天资聪颖 很想读书 但是 却因为家境穷困 尚不起学 后来 他得知 同乡有个妇人 家中藏书很多 他就自愿 跑到那个妇人家 去做长工 一分钱 报仇都不要 只要求 能在他们家 看书 妇人家很感动 便答应了 就这样 小阳城 在妇人家 打了六年的工 也读了六年的经典 长大后 杨成因为学识高 考中了进士 杨成考中进士后 并没有做官 他看到国家 军阀割据 各处分整 便隐居在 山西的中条山 教书育人 杨成很有德行 对邻里百姓 尊老爱幼 对所有的人 都平等地爱护 平等地尊重 老人小孩 都不例外 许多人 都慕名来中条山 向他请教 有一次 他刚好碰到 有人在那里偷树 他怕小偷 觉得不好意思 就连忙躲起来 不让小偷看到 还有一次 他家里断了梁 就派家奴 出去借米 谁知 那位家奴 是个酒鬼 竟用借来的米 换了酒喝 结果醉卧在半路上 杨成见家奴 一直没有回来 就出去找 发现家奴 躺在路上睡着了 酒还没醒 人都快冻僵了 酒连忙把他背回家 帮他取暖 家奴醒来后 知道自己犯下大错 跪在地上 请求杨成责罚 杨成却说 天冷了 喝点酒 暖和一下 干嘛 要责怪你呢 因为杨成在当地声名远播 有口皆悲 邻里之间发生口角争斗 大都不愿意去找官府评理 而是直接找杨成来解决纠纷 闪国观察使李毕 多次想请杨成为他做事 但是杨成始终不肯答应 后来 李毕被提拔做了宰相 就极力在朝廷上 举荐他 德宗皇帝就亲自封他为 又建议大夫 怕杨成不答应 还派了钦差 带着皇帝的诏书和卷博 去杨成家里 离请他 杨成无奈 穿着粗布衣衫 前往京城 打算谢恩辞绝 唐德宗派宦官来取官府 让他换了衣服 面见皇帝 从此 杨成就这样 步入政治生涯 建议大夫的职责 就是发现皇帝 大臣们 有不对的地方 进行劝谏 谁知杨成上任后 整天与亲朋好友 一起喝酒聊天 什么劝谏的话 也不说 朝中的文武大臣们 都认为他徒有虚名 大文学家韩玉 还专门写了一篇 《征臣论》 批评杨成 但是 杨成却不予理会 八年后 德宗皇帝 听信奸臣 裴延林的谗言 下令 罢免忠臣 陆志 张邦 张邦 李冲等人的官职 这时 建官们 全都不敢说话 只有杨成 挺身而出 说 建官的职责 就是不能让天子 杀无罪的大臣 他不断上书皇帝 揭发裴延林的罪状 公开为忠臣辩护 可是 皇帝看了 很生气 认为杨成犯上 多亏皇太子李宋 也就是后来的唐顺宗 多次在父皇面前 为杨成说情 他才免于一死 不久 德宗皇帝 又打算提拔 裴延林做宰相 杨成得知 就在皇帝面前 痛哭不已 他说 如果裴延林当了宰相 我一定会披麻戴孝 前来向他表示祝贺 在杨成的 极力劝阻下 奸臣裴延林 才没能当上宰相 史书对此 有很高的评价 可是 由于此事 杨成遭到裴延林的嫉恨 所以 他很快就被贬到 湖南稻州任刺史 道州从隋朝至唐朝 当地每年都要向朝廷 进贡诸儒 给京城的达官贵人 做家奴 杨成去了道州 才发现 这里并没有那么多的诸儒 而使官员为了保住官位 把小孩当诸儒送到朝廷 这让许多孩子与家人骨肉分离 可谓老翁哭孙 母哭儿 杨成因此拒绝向朝廷上贡诸儒 朝廷派了钦差来查访 他就把自己关在牢狱里面 钦差抵达 却没见到刺史前来接风 觉得奇怪 询问原因 工作人员说 刺史因为不能准备好 朝廷的上贡 知道犯了罪 所以把自己关在监牢里了 钦差得知 吓了一跳 连忙快马加鞭到监牢里找杨成 请他出来 然而 杨成依然不回府邸住 而是在钦差下榻的官邸旁 找了一个地方住下来 日夜待命 钦差对盗州的情况 进行了一番了解 就回长安了 很快 皇帝就下令 不再要求盗州进贡诸儒 消息传来 盗州百姓欣喜若狂 奔走相告 他们感激杨成 为他们办了一件 天大的好事 对杨成感恩戴德 顶礼膜拜 为了让他们的子孙后代 永远借助杨成的大恩大德 当地老百姓 在给儿子起名时 都要在名字里 加上一个杨字 大诗人白居易 还专门写了一首题为 盗州民的诗 诗上说 盗州民 老者 幼者 何欣欣 父兄子弟 史相宝 从此得作梁人身 盗州民 民到于今 受其次 欲说使君 先下泪 仍恐儿孙 望使君 生难多以 扬为字 白居易 白居易的这首诗 很快流传开来 杨成造福 盗州百姓的事迹 也越传越广 人们感激这位 救民于水火之中的父母官 于是 建庙供奉 又因为杨成 领盗州百姓母子团圆 重获家庭幸福 于是 敬奉他为福神 将杨成作为福星来供奉 渐渐地 杨成有位列仙班 变成道家重要的神仙之一 真正为民造福 人民自然会感恩戴德 杨成之所以成为福星 还有一个教化的意义 他一生的行仪 让人们看到 每个人都可以自求多福 年少的时候 要多劳动 多读经典 这是赔福 壮年的时候 服务社会 待人要多包容 处事能明辨 是非善恶 而不改厚道 这是基辅 晚年的时候 有了阅历与积累 要多为人民着想 多为下一代着想 这是为后人造福 学历史 学历史 说感应 知善恶 明因果 亲爱的听众朋友 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